Exodus 9, H! 我是槃桿 你很煩耶 搶了我的話 我是阿 Ven Hello 我們今天要來講一個名詞 你喜歡別人叫你同性戀嗎 我覺得這個有點... 欸?你是同性戀嗎? 誰誰她的女兒是同性戀 阿誰的兒子阿 妳的同性戀 為什麼同性戀變得好像是一個 特別的感覺 Why? 因為我覺得 我就是我 為什麼要把我去冠上一個名詞 因為其實同性戀 或者是異性戀 或者是雙性戀 這個是一個名詞 但是它並不是一個稱呼或稱號 所以為什麼要特別說 欸你是同性戀嗎 那難道我可以說 啊你是異性戀嗎 長輩可能問你說 啊你們同性戀怎麼樣 你們同性戀怎麼樣 可能在關心你 可是你總不能回答說 對啊跟你們異性戀一樣啊 異性戀怎麼樣怎麼樣 這樣也是蠻忤逆的 對啊 所以呢 這個就是有一點像 我們之前說的刻板印象 對 今天我們去喝咖啡 或是去吃東西 甚至是買飲料 那請問你貴姓 然後一旦我說出我什麼心 他說 喔小姐嗎 你姓童嗎 哈哈哈哈 童小姐嗎 還是什麼 我說嗯對 可是我這時候就會反思回來 就是 如果大家要用同性戀 異性戀 或是雙性戀 稱呼的話 怎麼可能會有店員說 欸不好意思 這對異性戀的 你們點了什麼什麼 或是 欸這位同性戀的 你們外帶好囉 這位雙性戀 再等五分鐘 不會有人這樣稱呼啊 所以為什麼要用 性像 然後來稱呼一個人 我個人呢 我也不是很喜歡 我也有遇過 就是 他問我 原來你喜歡女生 蛤 所以你是同性戀啊 他是被打到頭是不是 難道我要回 是啊 喔原來你是異性戀啊 對啊我們不一樣欸 different 所以呢 他其實只是一個名詞 他不是被人拿來 好像變成一個 說嘴的 特殊的名詞 然後好像說出來就是 蛤 你是色狼啊 的意思是一樣的 大家都一樣啊 沒有哪裡比較特別嗎 我覺得 不喜歡 不喜歡 然後我覺得 互相尊重其實是很好的 因為現在這個時代 講真的 同性戀又怎麼樣 異性戀又怎麼樣 為什麼不喜歡人家 稱呼 喔你是同性戀啊 喔你是異性戀啊 你是雙性戀啊 對不對 對啊 互相尊重 因為大家都不喜歡 被冠上一些 莫名其妙的名詞 或者是稱號之類的 對 代表 就不一樣 尊重跟自己不一樣的 所有人事物 但是如果你要在路上 你看到我 你要跟我講說 嘿 欸你是同性戀 我也會說 欸 Yes I am 我是啊 然後呢 手 這個是品性很好的才反應 如果你品性不好 兩巴掌嘴巴給他過去 不是 因為我覺得 我會建立 如果你越是這樣子 我會覺得你是越膚淺的人 那越不要給你一般見識 對我要用很修養的方式回你 啊 懂嗎 懂我的暗示了嗎 所以大家如果有 也類似有這方面的經驗 也可以分享給我們 就是通常 會遇到什麼樣的情況啊 然後你會被人家稱呼 什麼樣的 不舒服的名詞 或者是你們有什麼 你們覺得 看到別人有這個經驗 你會有什麼反應 或者是 你想要有什麼反應 都可以在下面幫我們留言 別忘記訂閱我們的 Bandry 然後 按小鈴鐺 你好忙嘛 對 還有什麼 我們的頻道的名稱叫做 Bandry 對 然後 請多多留言 然後分享我們 更多的一些資訊 我們也可以互相的交流 因為畢竟 我們兩個人 也只能夠用 我們兩個人所 遇到的經驗 或者是 朋友方面的資訊 然後來去 告訴大家 就這樣啦 你們所有的訂閱跟支持 都是我們繼續拍影片的動力 是 下次見 掰掰 跳到我不知道 怎麼去接你的東西 這樣子 文青就是跳通 好啦好啦 你有你的個性 對 對 對